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坐落在波登湖以及巴塞尔的下方 属于瑞士北部的沙夫豪森州境内 莱茵瀑布大约形成于14000年之前 宽150米 落差23米 全年平均水流量每秒700立方米 每年初春的溶雪时期 是莱茵瀑布水流量最大的时候 夏季的平均水流量大约是每秒600立方米 冬季约每秒250立方米 瀑布的形成是因为莱茵河中间 雾立着两座几十米高的巨大岩石 水从高处下来冲击到岩石上 虽然落差只有几十米 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瀑布景观 这两块岩石犹如两座大门捍魅着大瀑布 并将瀑布一分为二 汹涌的河水从这里穿过礁石直屑而下 并在莱茵瀑布周围区域又会合成一个小型湖泊 最深处约为十三公尺 阳光照耀下的莱茵河冒出白茫茫的水雾 却显得生机十足 宽阔的莱茵瀑布气势磅礴 令人不禁为之震撼 沿着山路自上而下 建有不少观光平台 以便游客能从不同的角度 饱览来因瀑布壮丽的美景 有些平台具瀑布景咫尺之要 站在上面能感受到庞磨的水气扑面而来 千万股水流幻化成一条银白色的绸缎 在面前飞泻而下 而巨大的轰鸣声似乎要淹没周围的一切 不禁让人惊叹大自然造物的鬼斧神功 瀑布周围已山势有游步道 您可以沿步道步行观赏壮观的瀑布美景 走走停停 悠闲而又惬意 如果有兴趣 还可以以顺南樱河 欣赏沿途美丽的乡村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